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女性微调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,美貌涌出总要付出代价,在脸上做文章就十分常见了。 你还记得曾经让你大跌眼睛的女明星都是谁吗? 今天,我们的女主角就是王心灵。 近日,王心灵在流行音乐全金榜活动现场中,被网友拍到一组照片,可容颜的变化确实惊人。 如果不说她是王心灵本人,可能会被错认成某网红吧? 照片虽然只有上半身,但是她的头与绳子明显不成底力,单看身材属于瘦小身形。 但整体感觉总之就是怪怪的,脸部似乎有些肿胀的感觉啊。 她的发型虽是简单马尾辨,但却同时扎了一条亮晶晶的绳子来修饰。 格尔丁长到下巴,再看看她今,天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奇怪呢? 脸乳是其次,重点是她的眼睛深邃的有些夸张,欧式平行大双眼皮看起来也是没有消肿的样子。 彼此呈现出奇怪的弧度,尤其是逼头处很尖。 过于明显的法令纹,应该与丰满的苹果肌有直接关系,顺骨处很饱满,就显得法令纹重了些。 重中之重应该是她的嘴巴了,说大的纯重好不真实。 奇怪到网友看到照片时,深深地质疑道,这难道不是嘴唇起泡了吗? 有人说话倒是直截了当,评论就是打了多少玻尿酸。 更有调皮的网友说,她现在仗得像雷震子,但是也有粉丝站出来支持的,解释的,她本人脸部有蜂窝之眼,所以说,是因为有病才这样的。 不过吃光群众对这个解释并不满意,说此病症并不会导致念不发胀。 你又是怎么看待王心灵今时今日的这张脸呢? 不过,可以确定的是,王心灵的脸不会是过敏。 因为有网友在,看到照片的同时,又找到了她上周的某个采访,视频中她的状态和今日并明显区别。 也是大家所说的郑荣怜的典型相貌。 即使采访中是动态的,也掩不住她将硬的面部组织和尴尬的表情管理,心灵姐姐到底怎么了? 小编好奇地去翻了她的微博相册,试图找出些不同的地方。 只不过近期来,她的照片差不多也就是今日活动现场时的模样吧。 连种问题一直都有,如果细看其照片,也能感受到夸张的蠢猪。 沈献颜值依序不复返,不知道她究竟经历了什么,那就让我们欣赏下她以前的美照吧。 2003年,王心灵以甜心教主女歌手身份正式出道,也正是因为她兼备清纯外表与前媚嗓音, 所以成了许多财男们心中的女神。 早期的心灵,姐姐还是很美的。 近几年来,可能与年纪有关,她选择慢慢的出娱乐圈,曝光度很低。 但今天的出场方式,主持人也是吓坏了不少人啊。 如果是因为严整才变成这样的,希望她安心疗养,快点恢复原来不老少女的状态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